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王军涛 习严控红二代但恐被身边人暗杀 大纪元3月15日报道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已被判终身监禁的消息 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与红二代决裂的内情引人关注 最早披露刘亚洲刑期的政治学者王军涛表示 有实力的红二代被严厉监控 成不了事但习可能被身边的人干掉 另有专家认为 习迫时反习势力转入地下 等于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随时飞出的黑天鹅 最早披露刘亚洲判无期王军涛 案件处灰色地带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3月15日向大纪元披露 经向刘亚洲亲属核实 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 3月24日 王军涛再向大纪元表示 刘亚洲的罪名无非就是经济问题 作风问题等等 很多信息表明他确实卷入到一些事情中 王军涛说 当局用秘密判刑这样一个方式 对刘亚洲进行惩罚 但没有像过去处理大老虎一样高调报道 显示案件在一个灰色地带上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认为 对于刘亚洲案 中共官方不公布也许是太敏感 因为刘亚洲当过国防大学政委 他对国防大校培训出来的军中高级干部 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加上最近军中很多人被整肃 习不敢现在把刘亚洲这个大案公布出来 刘亚洲本人是红二代 军二代出身 后来又成为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历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国防大学政委 2012年7月晋升为空军上将 2017年年初 未满65岁的刘亚洲提前退休 未获安排二线职位 刘亚洲在2021年突然传出失踪的消息 2023年3月 港媒指刘亚洲因涉及严重贪腐案 可能会被当局判死缓 直接近日被披露或判无期徒刑 但刘亚洲的案情和判决的相关情况 中共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说明 习对红二代赶尽杀绝还是杀鸡儆猴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 3月24日对大纪元分析刘亚洲出事的原因 刘亚洲在中共体制里面被视为乌鸦 包括说可能解放军打不赢美国 要登陆台湾非常的困难 有高度失败的可能 他提出这样论述是要强化解放军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有拔掉红二代的意思 等于是杀鸡儆猴 第三个从所谓国家安全角度 把政治军事的红二代通通一网打尽 他们以后就只能当顺民 刘亚洲就是里面一个代表性的案例 丁树范则认为 习对红二代似乎并非赶尽杀绝 刘远也早早退役 邓朴方已离开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 名誉主席的位置 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仍在位 之前习近平曾经提拔了秦纪委的两个儿子 就是说一方面看起来对红二代有点赶尽杀绝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习又提拔了某些红二代的儿子 所以不竟然是赶尽杀绝 王军涛认为 刘亚洲出世 不排除因为在台海战争 还有对于中国军队的建设 对于红二代的使命等等问题上 刘亚洲都跟习近平是不一样的看法 习近平想打击有这类想法的红二代 网上有不少关于刘亚洲的男女关系丑闻 王军涛认为 男女关系不是中共的查处对象 除非男女关系卷入钱的问题 如果没有犯重婚罪 当局一般不会用这个事来查 就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黎性侵彭帅事件 张高黎已经给所谓的党和国家声誉造成损失了 但当局也没有对张高黎进行处理 王军涛 习严控红二代 但恐被身边人暗杀 王军涛说 习近平现在政权不稳 他会对所有官场上有权势的人都会怀疑 他和红二代的关系现在更微妙 原来习近平建专制 他想重新挽救这个党的时候 要靠红二代 后来习近平要建立个人独裁 等于把共产党江山变成他个人江山 就跟红二代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 但习先下手为强 在权力斗争中一直处在主动地位 本身有红二代背景的王军涛表示 红二代是很广泛的概念 多数红二代是没权没事的 跟老百姓差不多 只要有实权 旁边就有特务在盯着 他们很难进行串联 所以红二代集体行动很难 如果作为个人 就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他们的秘书 他们的警卫员 吹士员 司机 还有勤务兵 都是特务 来监视他们 他们很难有作为 像刘亚洲这样 已退下但有影响力的 也会被盯紧 王军涛说 其实红二代 很多将军子弟 也是当将军的 有不少已经落马 习近平把红二代 掌管实权的给弄掉 不掌管实权的就没事 他习也不在乎 你们就是喝酒 发发牢骚 可以 不过王军涛认为 习近平这样越来越专制 很容易出事 容易暴毙 或者暴病而亡 就像韩国总统朴正熙 突然被他手下的情报部长给杀了 我相信习近平也知道 所以他现在非常小心 他对自己的保护 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史上 任何一个主要领导人 比如他出访事先都不公布 就是怕有人在那布置 把他干掉了 苏子云也说 习近平现在的做法 只是迫使不满的力量转下地下 变相让不满他的派系抱团 时机到了 那些人就会进行高强度的反抗 现在习近平真的是把自己当毛泽东了 物极必反 这些不满的势力会转入地下化 找时机翻盘 他认为习近平等于是给自己准备了一只随时飞出的黑天鹅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